创业需要勇气 还有信念 这位甜点师傅曾经在大饭店担任副主厨 为了他所热爱的土地决定创业 他把宜兰在地农作物融入生乳卷 像是红星巴勒 参加比赛还一炮而红 然而看似简单 却是解经反复试验 才破解油水融合的秘密 连三星葱也做成了生乳卷 咸甜风味十分独特 坚持选用在地农作物 来自小时候历经自家柳丁滞销 水果都被拿去丢水沟 家人的挫折历历在目 如今他积极研发 不仅帮助在地小农 也创造自我价值 各式甜点新鲜出炉 红宝石慕斯塔 细致绵柔的喷沙巧克力外形 上头镶嵌着金箔枫叶造型饼干 不管是黄柠檬慕斯塔还是巧克力塔 粉嫩梦幻的造型令人看了酥心又疗愈 藏在背后的烘焙师陈英豪 用十八年的时间努力奋斗 一元而始梦想 制作生乳卷馅料 选用故乡在地的红心番石流 即使只是去籽与切丁 陈英豪不惜不徐地进行 因为每一颗果实都是小农的辛苦结晶 这种水果其实它营养价值跟独特性非常的高 对 那我也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纳入到食材里面 而且是甜点的互惠 打成泥状的石流泥还得经过加热处理 不但能释放出茄红素 同时让香气更浓郁 在生乳馅里面 那生乳它是生死 所以它必须煮过杀菌 才能浓入到甜点里面 就是鲜奶油里面 所以它才不会坏掉 所以第一杀菌 第二它85度后 它会出现一个蛮特别的味道 将新鲜水果尝试掺入奶线 对陈一豪来说 是向艰巨的任务与挑战 然而身为果农子弟的他 对于在地农特产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与使命 你要帮我把一些更适合做甜点的芭乐 更香 最香最好的 这每一棵都很香 大城山下的芭乐树 这时结石累累 由于正值盛产期 陈一豪跟随果农脚步 亲自来到有机农园 挑选适合入线的果实 不好的长也是会淘汰掉 就比较品质好的就留着 如果没套的话 很难成 就会果蚓会定下去 就会有虫 就不行了 从袋子里拿出的红心番石流 呈现出漂亮的黄金色泽 不过从收成到使用 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因此必须跟时间赛跑 抢在成熟前采收 因为它全部 全台湾只有宜然特有的产地 这个一般的珍珠芭乐味道比较不一样 而且它熟的时候是黄色的 然后吃软不吃意 然后成熟的时候 它会散发出很浓的芭乐的香味 由于从小看到自家栽种的柳丁滞销 让爷爷困扰不已 同样被局限在当地自产自销的红心巴勒 让陈英豪决定进行研发 解决果农的担忧 以前看阿公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像台风的问题 像你刚刚讲自销的问题 其实都有 那后来的水果就是 可能堆积在仓库里面 最后就烂掉了 然后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毕竟果农可能一年只有收成一次 一心想要帮助小农 然而却在果泥与鲜奶油融合的关卡上 吃足苦头 当初在试验的时候 就是奶油整个都是夹进去 就是整个都完全流出来 寄到客人那边可能中间都是空心的 要把水果融入奶类并非容易的是 虽然也有快速便捷的方法 不过都不是英豪想要的 经过上百次的试验 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偶然的机会在网路上寻找到解答 我在一次国外的视频当中 然后看到一个外国人用巧克力 那它有融入了一些新鲜水果的果泥 对然后我从那次我就开始用巧克力的方式 将它融入水果里面 失败为成功之母 陈寅豪越挫越勇 利用油脂的乳化原理 找到制作水果馅料的关键密码 巧克力里面有一定的油脂 那油能包覆一定的水 对那我们就是经过乳化 然后就是包含在静置的部分 然后才能稳定的达到制成这个奶酸 让果泥巧克力与鲜奶油 三者呈现水乳交融 彼此划不开的境界 红星巴勒馅料于是试验成功 最后就是将巧克力 就是跟比例拿捏得比较稳当一点点 然后才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仔细推敲 用心琢磨 陈寅豪努力研发烘焙甜点 其实年少时期相当不爱念书 高中时甚至遭到学校退学 正当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 想到从小所爱 从小就下课的时候都会经过面包店 对 然后有时候经过面包店 那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就 就感觉很不错 然后就想说出社会了 那想一想做面包师傅好像不错 那我就去附近的面包店里面做看看 利用分蛋法制成的鸡蛋霜 趁着消泡前与面粉进行混合 才能确保口感的细致绵软 日以继夜地跟着面包师傅学习 然而辛苦地付出 逐渐对烘焙产生兴趣 以前在宜蘭的面包店 其实有就是两大节日 其实蛮恐怖的 就是母亲节跟中秋节 就是每天都要做到凌晨 或者做事甚至做到天亮 对 然后回家睡个一两个小时以后 然后就继续上班了 我觉得工作带来的乐趣 跟上课的乐趣不一样 所谓人生不留退路 才有出路 陈银豪抱着一颗 破釜沉舟的心 就连放假休息也自我进修 誓言做出好成绩 因为以前学徒薪水低 以前我上学徒的时候 好像才七千多块 一个月 那我们讲说 我一定学越多 我薪水就能脸越多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当年以优异的烘焙好手艺 获得五星级副主厨的工作机会 各项甜点的研发创作 也在这期间充分展现 以前在宜蘭没有什么饭店 饭店很少所以竞争很多 到了饭店后发觉 他们在用的食材都用得比 一般面包店还要好 那在食材的运用上跟知识上 其实都有蛮大的帮助 包括在管理营运都有 研制生乳卷的过程当中 也同步将故乡浓特产芋头 融入其中 舍去一般制制的烘焙方式 让香气更显浓郁 很多人传统是用蒸的 那我们用烤的是因为 我们将铝箔把它包住 然后在烘烤过程中 它不会流失任何的味道 烤出来会有一个 类似人家说的烤番薯的那种感觉 不只根筋类食材入线 也挑战辛香料的三星葱 大把葱花撒入面糊里 当中还加入了海盐提味 呈现耳目一新的奇妙口感 葱要放在里面 我觉得它不新鲜 那我觉得让客人知道 最新鲜的方式就是 把它撒在上面 最新鲜的葱 对 当初的设定是这样 对 然后用鲜奶油来去替它的味道 对 然后让葱在烘烤过程中 那些葱汁会流到蛋糕里面 也有一个香味 在甜点的制作上求新求变 希望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青睐 然而创业初期缺乏知名度 遭受异样的眼光与质疑 因为大家对红辛巴勒的 接受度都好像不是很高 初期在尝试的时候 其实遇到蛮多客人 不会进来消费 尽管面临挫折打击 依旧交不习对烘焙的热忱与信心 自学自创的喷沙巧克力慕斯 追求口感也兼顾外形美观 陈寅豪在披荆斩棘的 创作路上迈进 拿出十足的毅力与耐心 期盼为刚开创的事业扭转颓势 透过调整 慢慢的调整可能是甜度 逆度 或是奶油的多跟少 跟清清的水果放的多跟少 都有影响 手工生乳卷靠着一道又一道的工序制作 还必须抢在第一时间送达到客人手中 才能吃到顺滑绵密的口感 有些人透过加热 杀菌 然后再透过冷冻的方式 然后可以做保存 坚持现做现卖 不冷冻食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各式生乳卷如愿诞生 不只希望呈现甜蜜幸福滋味 同时也能让更多人认识 故乡的浓特产品 未来有希望会走到国际化里面 就是将我们的宜兰的水果 然后卖到国际里面去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那我相信国外的朋友 也会很喜欢运用宜兰的食材 自从创业以来 陈寅豪不忘初中 把学习来的好手艺 灌注在美道甜点上 散播更多幸福滋味